Hello 好 終於輪到Copey的歌 我和我們網友 阿Y他拿頭像做的 即是他的圖案 都很有 taste 可不可以Burz Ray Radiohead 我上個禮拜應該是 前個禮拜都播過 我記得有一宗新聞 不知道香港有富豪家裡 還是怎樣 在外國搞婚禮 請了Copey來做表演 那些人說不懂 他說其實我們在世界上很知名 有網友就是外國的演唱會 他會很有互動 其實有大型的演唱會 例如外國 由以前Michael Jackson 麥當娜 再去到很多Rock Band 例如日本 Grey這些 十幾二十萬 或者是那時候 在柏林圍場 在以前東柏林這些 可以去到三十幾萬人 都有 幾十萬人 那時候演唱會 是多震撼 好了 我們Cat姐 來到這一節 上次你說了一些靈異事件 你說其實也有不少 可以繼續去分享 除了靈異事件之外 看看待會不會繼續說 說一下酒吧 昨天我都去拍攝 待會突入節 就會知道我昨天去拍攝什麼 都跟別人去喝東西 那些人說每次 在酒吧喝完東西 就不要說每次了 可能都有一些獵物 是不是 酒吧入面都特別多這些 一夜情 喝飲食業界 特別酒吧業界 是 男女幫是 都真的是亂的 為什麼這樣說 要先分析一下這個生態 首先 我想可能有別於做辦公室的 因為可能大家 可能關於整個人類的生物學 我沒有怎麼研究 但是根據經驗來說 可能你回到朝九晚五 那這裡會變成可能 就是真的 上班日光日白 有太陽 特別是中午前的太陽 做事呢 特別做一些行政啊 paperwork啊 focus於工作 就真的會focus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多事情想的 是 而且朝九晚五 就是八小時而已 可能你吃午餐 社會也會忙於公司 我沒有 其實我個人是沒有做辦公室的 所以 但是也看這個社會這麼多年 可能也會 就算你中午出去吃飯 你很少說會 說無聊的事情 你也有的 都會有公司使飛 可能pantry talk 然後可能你下班 或者你已經在聽 一天跟同事聊無聊 talk 叫做 今晚煮什麼飯給老公吃 嗯 今晚去舖的時候 先去哪裡去舖 先想舖 那些事情 嗯 就是會做planning 都的事情 嗯 所以回脫頭工的人 相對來說 都有 反骨失戀情都有很多 嗯 但是你說去到要 都會很慢 很難才能夾到 但是你說去到做餐飲業 或者零售業都是認識 就是因為始終你會對著那個 中債 你的社交的那個 那個意識會更多 可能你早就 我當你先做銷售 好嗎 最早那間零售店 不是11點開店 嗯 但是你最多 都是已經遲了幾個小時 嗯 可能你下班工時又長 可能 可能從中間吃幾個兩個飯 吃過幾個小時 可能10點到11點 早上才下班 嗯 以前香港還有零售業的時候 晚一點收 可能回二、十二都不奇怪 嗯 那變成你整個人生 其實你就是會變成 家裡真的用來睡覺的 嗯 家裡的人真的 就算明明一起住也好 就會變成 可能會過時過時 即使在同一間屋裡住 嗯 可能過時過時才見到 那變成 同事和同事之間 就會見到很多時間 對 真的 然後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關係 不同很多的機會 譬如 很簡單 譬如有個麻煩的客 嗯 有我們叫做換位 是 就是這些默契 可能有個麻煩的客人走過來 其實沒有啊 你沒有錯 純粹麻煩 如果你們兩個不適合嘴型 如果你不懂得服務這種客人 嗯 可能最斯文的方法 可能是有語言溝通問題 嗯 可能真是他看你不上眼 可能本身就是那個麻煩人想抽泥水 或者那個阿姐純粹是麻煩 見你的年輕人欺負你 就找那個阿姐出來 即這些默契的東西 你在Office未必會見到 可能你跟開那個客人 可能你做CS就不同 你可以剪線找另一個廳 但可能如果你做銀行 做一些行政工作就不行 即是沒有跟同事那麼多交流 但是做服務性行業 就 每個人都可以服務你的 嗯 它會多了這一層的默契交流 所以為什麼你說 那特別是怎樣跟客人 那你又會無論做售貨物 你做酒吧 特別可能親吻著服務性行業 你就會 那始終是一個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 就會比較容易去了解 始終因為我們不是電腦 不是AI 嗯 那可能你就會 就算你的電腦AI 都會依靠你跟個人 本身你會 怎樣叫服務 就是你會碰到他的 心心處想要想些什麼 即是一個最好的服務 我們做F&B 特別是 在一個客人想 舉手進來之前 你已經知道他會想叫你過去 嗯 嗯 其實這個是某一個程度上的心靈溝通 來的 那就變成 當你會有一些 不言而語的關係的時候 嗯 就會比較容易出事 嗯 嗯 我記得以前 我做酒吧就是廚房 那個廚房 他大佬 認識了很多人的朋友 很多時候 他就 找我進來幫忙 通常你只要組自己的班底 都是找一些信任的人 他下班都很晚了 他下班都 他兩三點了 趁對面那些薄牆 即還未收 你會溝一下對面薄牆的 就是 女職員也好 拳手也好 或者 也有很多食物 當然 也會有很多 職員之間 會拍拖 那些 有些人說 喂 是酒吧 因為大家 例如下班都會喝兩杯 或者跟客人一起喝 所以特別容易出事 因為都有些 酒店的影響 還有有一句 有些人笑 叫貴圈真亂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有時候 我們行規 都叫做 在那裡吃 我在那裡餓 但去到哪裏 可以不可以呢 對 你混合後 好一點 對 同事當然最好不好 但都會很close 接著 客人就盡量避免 因為我也認識過 有些 我見過 那晚他下班 客人等他 然後離開 女生 我們介紹 緊急 因為 女生的供應較低 男生混合客 不是沒有大會 會被人責任 真的 因為 特別是你不漂亮 不會混合 你的長租 有些漂亮的客人在那裡 如果 你一個 你有一個伙計 都可以在那裡 漂亮的 你立了 那公司拿什麼 找些漂亮的客人來賺錢 即是你吃一個 非一個 如果不是又搞一些drama 出來的話 那就更糟糕 那就儘量 不希望 不理想 但都 馬上是有的 或者混合客是有的 是 但是 都 不 你穩定地混合 即是你認真的就好 是 誰說認不認真的 可能有時候 今天以為很認真 過兩天是 別人跟你說 你傻了 跟你一生一世 所以後來經驗老到一點 為何會不混合客 是 但是因為 很麻煩 你預計不到 即是你不知道她做什麼 你不知道她是太子女 你不知道她是旁邊做銷售 你不知道她是 瘋瘋的 你不知道她是 你不知道她是什麼 是 不可預測性太高 但是同事就反而 因為相處低 行家 行家 就 可預測性就 相對低了 因為第二天有可能是同事 而且你上班 下班時間近 那便變成 行家對行家 我們以前有些 很多些 花島 給一些 男生同事 花島 有些東西 對 Hard time Cutler Hard time Cutler Promoter Cutler 做 拳 拳手 Cutler 喂 對這三個 我當時跟我做廚房 這三個 全部她都中了 是嗎 她說多到 真累了 還有一些 所謂那些 什麼Promoter 原來她 早上正在學 最多是 以前更流行Promoter 真的很多Promoter Cutler 是 但是看誰 Cue誰 Promoter他們因為有利益關係 他們要跑數 你叫做所謂的 Cutler 他比一 就是Promoter和拳手都差不多 都要跑數 他們可能逐支逐支 逐支逐支 逐支 大酒拆幾萬 啤酒仔拆幾萬 那變成 有時 怎麼說呢 可能她是拳手 她逢一三五 那她就 在公司才派她下來 嗯 那二四六 有人喝她的牌子 啤酒 那沒有數的嘛 那些 就是沒有人跟那條數 就是他們總公司叫貨 就是沒有人說認了頭 那變成可能 星期一我賣了兩箱 星期二你不在了 你賣了一箱 有一箱公司自己的客人叫也好 我簽給你兩箱 嗯 那星期二沒有promoter 或者有另一間公司 但不是你那間的 嗯 那些客人都自己叫你那間公司的貨 嗯 那星期三你回來 我就寫回禮數給你 嗯 但是我為什麼要寫給你呢 那就是這個Q不Q 有些是真愛來的 嗯 真的有真愛 但是有多少呢 那同學都是為了那條數呢 是 所以所有的promoter killer 很多都是走這條路的 多數就是經理和promoter的關係 是的 哦 然後你說如果是part time part time 就多數都是同事同事相出事 反過來就 這個反而是最容易出事的行業 嗯 因為所謂的promoter killer 都有 但是反而他們都明白 有些東西是give and take 嗯 嗯 就不會這樣做 最多就是有關係 嗯 你說 嗯 你說 part time 就最容易出事 去到出事 到結塊了分 個行業有少一個女生入行 就是part time killer 嗯 因為就真的 早點可能真的是真愛多 嗯 或者可能就是 那一刻就說可能 那個男生又說 我養你了 你做一些 做修組那些 那些男生總會喝醋的 你回一些辦公室 我回酒吧就ok 是嗎 我回酒吧就ok 我回酒吧就ok 但到我追了你呢 就回酒吧就ok 我經常覺得 對 真的好感到 他們那時候的思維都是 好似你回酒吧就等於你做家 那又不是 你不要再回這些工作 是呀 但我明明在酒吧裡認識你 我也在做酒吧 在追求其他 拋頭露面 你說做拳手 你還有得說 會被人抽水 那句是怎樣 但是有時候 有很多其實 不是去到地步的 是呀 是那些親手酒吧 是呀 是呀 但是反而那些 我做拳手你都不行 我做拳手你做過樓面 是 那時候ok 我追求你 你就不會再做夜場樓面 是呀 但你回不關 突然間我朝九晚 我都說你起不了身 很多這些男生 為什麼 常常說夜場 為什麼多底小女 其實沒有女生有狂 女生都貪玩 為什麼那些美女場 那些女生總是多一點 那些男職員都貪玩 但是這也是反而最多 收成證果的例子 是 很認真的 就是 就是 拳手 拳手 拳手交客 拳手是不是其實都是要跑數 拳手有數跑 對 都有 跟拳手一樣這樣計 對 但是拳手反而就嚇到 很多客人沉船 是呀 真的 真的 很多 我認識幾個朋友 都有試過沉他拳手 因為始終拳手 過禮拜他找他 乾淨 你始終看 沒有乾淨 就是他都是來參演會 都是這樣碰一下 參演會 說話 抽兩句水 但是你不是說 真的出去做 你不是下海 那些 而且多數拳手偏年 小女兒 大那些不是 以前曾經在小女兒大那些 就老職 知道譬如 知道找到了 這個明哥 那個是那邊陳老闆 你知道哪個馬到呢 可能你十多歲做 做到二十歲左右 你已經知道 因為做 特別做這些劈場 我也覺得做一年是老四年 老職四年 真的 剛才你說 是你說 做一些 就是比較年輕的 這拳手 你入小拳心 別人哄你幾句 你都很容易守 做多了 有些經驗 做了幾年 有什麼人 他沒見過 有什麼 就是 有什麼說話 有什麼人追求女方式 他沒接觸過 你這麼容易可以 就是 令到他心動 那些就難很多了 還有 反而 其實有時候 我以前翻過一些 我都翻過了 我做過那些街坊 街坊 就是可能一些 不是黃區 可能森浩江 深水埗 九龍城 這些是樓下總的街坊酒吧 那些往往都有拳手 那些拳手都沒有外面那些 那些那麼漂亮的 但是那些就真的 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 心理輔導 我覺得它有些社會責任 就是可能他們住上面有一些 阿蘇 他們沒有那麼狼 沒有那麼色 沒有那麼貪心 那些客人 都可以說 另外一方面 是那些拳手 老實說 你都不會特別想 很色 因為他們有回到 差不多年紀 那時候我回深浦江 然後開開 我覺得幾間 就是一兩間 不是的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二十三歲 已經做經理了 我後面那些年輕人 夠稱的 是 問水夠稱的 那你會想一下 十八九二十 即都在那些 那我 即是那十年前 即是那十年前的時候 那些 屋村街坊酒吧 都是有這些 因為近了 可能你去外面 可能是我的女兒 外面去 可能做完 part time 可能做完sales 還沒回來 回家 還沒坐三個小時 嗯 還有熟 真的 街坊檔 是不跟你做外面那些 大場 生下 即是你來到去 你住隔壁座 前面那邊 你住裡面 龍蜜村那個 蜜蘇 然後你在隔壁座 即是Friend 即是我覺得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社區中心來的 嗯 即是你根本上 你不要說沒有秘密 但起碼那個蜜蘇 就縮罪了你 叫車 都很少控罪 但假設要叫聖約翰 都知道他住在龍蜜樓 大概在哪裏 即是知道 嗯 反而這一種 去到這個level的 有些質素的拳手牆 很多沉船 而且女兒都怪的 即是不會有偷東西 不會騙數 不會有走鐘 即是都偏成熟 其實拳手這一行 很多都是明舊請祖先 去做這些街坊檔 你聽到吧 18、22 你覺得年輕 如果這種拳手檔 現在18、22 已經算大了 即差不多要畢業了 嗯 你碼不到老闆 即碼不到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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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是這樣 而且這一行都做得不久 因為你慢慢地對 身體真的不行 所以就開始升級到街坊檔 即是他們來統理場 都不是真的你要喝 即是都要喝 但不是那些讓你嘔吐的那些 嗯 我只是回過街坊檔 外面的那些 我後面都沒有回過 所以我覺得總括分 無論是你回種種的酒吧行業 無論你是男女關係 客人和店舖的關係 甚至你整個社區 甚至你有時候 在外面的大廠 或者一些旺區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同人 有不同年齡階層的需要 的一個交流方式 即是你好像說得很好聽 但真的也是那句 大家聽眾看著我的眼睛 你答我 你有沒有曾經試過明明 旁邊有一間漆仔 旁邊有一間酒吧 為何你總是給多10倍價錢 就去隔壁酒吧喝酒 而你不去隔壁七仔買東西喝 那你問回自己的心 你便知道為何酒吧還有 也不止很多 有時候有些阿叔兩個男人 都要派一條女兒陪你坐 都規格了你 不用加錢 那為何你兩個男人在那裡聊天 然後那些女生算你 即是回去買酒 幫你拿東西 因為你們想有一個陌生的空間 認識一些不同地方的人 不是限於 剛剛說的 一間oven裡混在一起 不是限於你那間售賣店 一個貨場裡面 那些人 因為你想有一些 是一個沒有那麼多 牽連自己的東西 找一些人去信一下 看看辦法 那有時候有一些很多人 我說偉大一點 可能我有一些人類社會 發展到一些 某一些突然爆出來的想法 就是一些不同社群的人出來 都覺得酒吧是重要的 而且都不要看得覺得 當然有很多不同邪惡的場 但我覺得 其實香港人特別斯文 邪惡一點 為甚麼 邪惡一點就是那天阿蘭姐那些 那些就已經不同了 對 如果一般酒吧即使有拳手 或是公司 也好 我覺得 反而他們都會推銷別人的關係 這幾宗職業也好 嗯 我們很感謝阿Cat姐的分享 鬼故會不會說 會啊 但是最後 不是 最後 18分鐘不緊要 有請中問我的紋身 是甚麼要再說 我真的很感動 我剛剛看不到你的名字 抱歉 但有人問我 你的新紋身 很厲害 是呀 這個是香港Skyline 嗯 在這裡 這個是香港 IFC 然後 是呀 是呀 IFC 我真的看到 這個新紋身 有人問我是甚麼 我就回去了 就是這樣 上次有甚麼鬼故還沒說有 嗯 上次 我說一些不關酒吧的鬼故可以嗎 可以 說回 說了最後一個 有一次 上次就說到 在酒吧 然後我 你說被鬼擇得多 嗯 我是一個被鬼擇的專家 是 其實是 我真的 可以分到是否被鬼擇 分到是否真的不夠喝水 有一次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我去了 我住的一間屋 就是一間黑房 嗯 你說的 一間叫做沒有窗 就是有窗 但我不開的房 是 就是在一棟都幾複雜的大廈裡住 嗯 那一次就是不住在那裡的時候 我去旅行 在俄羅斯去了十多天 嗯 那我回程回家的時候 因為我又沒有寵物 我自於那間屋沒有寵物 我就在想 啊 那為什麼 我想回家死了 那一間沒有人開窗 沒有開過門 我業主又沒有跟她說聲 會有些東西放出來 因為那一棟都很出名 嗯 那一棟都比較多 都… 就算我沒有聽過 我不會聽她們的話 嗯 但是都可想而知 一棟這麼舊的大廈 總有些東西的 嗯 是的 那我就回家 很累了 因為浪河機 就坐了莫斯福可能八個小時 嗯 而且那時候的香港機場 還是忙的香港機場 嗯 就是加上前後也 都整十幾個小時 回家 我原來很累 然後回家 扔下一個行李箱 踢下一隻鞋 基本上這樣 就想睡覺 那間屋子從來都沒有遇過一些 這一類叫做 給東西炸的經驗 因為是自己的家 嗯 那一天回到家 那就不理了 那個沒什麼 開燈 踢下一隻行李箱 踢下一隻鞋 開冷氣 我就泡在床 很累 先休息一下 然後突然有東西炸 我有想一下有沒有你炸 我之前有想過 然後我真的有炸 我的腦子都說 不要煩我了 你要記住 那一棟是一個 整棟都是講 印度話的大廈 我心想 和我上次講過 正常都是有鬼識泥 你不要知道說什麼 就是被東西炸 但是那次很好笑的 我是被你炸 躺下 又被你炸 又被你炸 我已經有點灰 然後 很睏 然後 他居然是男人的聲音 不重 然後又被你炸 他就說 嘻嘻嘻 用廣東話說 你說什麼話的 我心想 我心想這麼有趣 你看我已經知道是香港人 你看我講什麼話 轉成為苦心瓜 是不是 我 為什麼我可以吵架 我真的吵架 為什麼我吵架 我叫你 他吵架 從我的火門衝了出去 然後他就走了 他有好笑 他會問我講什麼話 是 這個是 我完全忘記 因為很難睡 越來差勁 為什麼我會說這麼嚴重 是在門上走的一件事 因為 我自然離開房間房門 門或窗 都是離開房間 因為有一次我的朋友 很開心 反過來 她是一個印度人 女生 她很漂亮 整個末里公主 末里公主 身材的樣子 然後她就住在紅磡 大酒店附近 然後她剛剛搬進來的時候 她媽媽和她姐姐搬進來住 嗯 但是很可惜地 她姐姐不熟香港的規矩 吉屋 三房一廳 就是唐樓的下居上那些 紅磡必加階的舊樓 你知道 必加階樓 就是看第二天那些街 她姐姐很壞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搬走了 變成就脈房間 但是她要來住的時候 她就說她姐姐 把人家的窗台 外面窗台 人家放了兩隻 不知道有什麼 她是印度人 她不知道有什麼 我猜是封住的東西 是啊 收了她 哦 是 不知道放在那間房間的哪個位置 但是已經變成雜物房 塞了一個洞 她跟我說 你神經病 我跟她說 為什麼要收了那堆東西 她說 那時候她跟我說 家裡的狀態是亂 是害怕 到是什麼 我第一次在家裡睡 我不知道 我沒有問她 嗯 就是剛剛那是後 story 嗯 那她的房間 也很大的 一枝唐樓 她跟她媽媽 一進來 正方營屋 中間三份一進來 這邊是廚房 廁所 這樣 媽媽的房 她的房 不是姐姐的房 她跟她媽媽家房簽 嗯 有時晚上 第一次我問她為什麼 因為她說 她們不是 正常人有朋友 可以去播放東西 她們不是敲門 她們敲場 嗯 然後她說 這是我媽媽 為什麼你媽媽敲場 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 這麼怪 她說我不是因為 平時敲門那些不是我媽媽 OK 就是她們已經有個 她們都習慣到 不是一次半次說 開門開門 沒有人的 為什麼她們和她媽媽的 習慣了溝通 是要敲場才知道 是大家 嗯 然後互相有人敲到門 我不是她們來的 然後她說 這麼恐怖 她說 平時每一天 她的房間 她說是 林日落之前 林日落之後 她說她會感覺到 有些事情想叫她走開她的房間 就 原來她就叫她 要是出去吃飯 要是去老母的房間 或是上班 假設她放假 總之她自己感覺到 她都說 這麼有趣 我這個人又好 好奇 嗯 然後她經常半夜 她就說 那我做了什麼 她說半夜 有些小孩走來走去 不過那些小孩就不害怕 我說小孩不是敲力 她說不是小孩那麼高 敲門到門敲那麼高 然後她說 這麼有趣 不是 我真的不會死 我說我去到家睡一晚 我真的去到家睡一晚 是 然後 其實我去到日落的時候 她說她姐搬走了 那間雜物房 其實我已經知道 有一隻很厲害的東西 在角落那裡 你說鬼神會有分顏色 就是白色沒有事 然後青紅黃黑 不是 紅色就是麗鬼 然後青青青鬼 黃色不怕什麼 然後就有黑色 黑色最厲害 我知道她有隻黑色 躲在我的手上 但是你不想她 在尾酒中她不出來 我感覺到 但是我不敢惹她 我假裝看不到 她不想她不出來 那我那些小孩 她說所謂的 黑黑小孩 我覺得奇怪 她說她敲門 其實我知道敲應該是她姐姐的房間 我們敲的那段 那麼厲害 但是小孩 我就解決不忍 我就說 好了 我在她的房間睡一晚 她的房間 她有時候晚上也睡她媽媽的房間 我跟媽媽一起睡 她就說 好了 然後我真的這樣自己一個睡了一晚 我發夢 發什麼夢呢 她就住唐樓 住那些本身真的屋 就住必家街 大概三樓 嗯 我忘記了 梁堂二樓 三樓 二樓 總之走一點 總之是大概一棵樹那麼高 或者樹高一點 那樣 那我發覺夢很搞笑 就是我最記得最後一個情景 就是你類似去了 遺和街的麥當勞 那有些 我看到真的是麥當勞 那樣的 那些白頭白凳 和朋友真的在吃麥當勞 但是外面就是外面 就是有一個窗 看到很高高的 嗯 最後一個情景就是我看出去 我看到我們這個窗 就是這個窗 嗯 還有一棵樹的樹頂 嗯 有一堆 一米一這麼高的貓頭鷹 嗯 哇 灰色的 但很有趣的 真的沒有感覺 整個波 像Harry Potter的貓頭鷹 OK 但是整堆在那裡 我看不看暗的 然後我的窗就掩開了一點點 嗯 我心想 會不會飛進來 等我後映 我打算我的朋友也在 我印度妹妹 他想拍照 我看不看 那邊都先看後映 就是我這樣 轉眼頭一看過來 已經有一隻飛進來 嗯 然後就忘記了 然後就看到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是 貓頭鷹黑色眼 那就是眼 全黑 但他的鼻是人鼻 人鼻 人嘴 即是 反而拍照他的臉 是有色的 嗯 黑眼 他的膚色是像啡色人種 即是印度妹 嗯 鼻是人鼻 人嘴 然後我醒了 然後就沒有嚇醒 所以我就醒了 即是記得夢 他一個女生住的房間 他住單人床 我睡著一張床 單人床 那一刻 我是看著他的東西 即是單人床 靠牆的 背著一張床 本身我醒的那一輩子 看著他的東西 這樣 然後我醒了那一刻 你知道睡得蒙蒙蒙 你不覺得有什麼 我醒了那一刻 為什麼會醒呢 因為我是感覺到 有些東西 你當好像一隻金毛巡門 聞你的後頂 動物 你感覺到動物心跳 動物心跳是比人快 即是快很多 而且呼吸大很多 你當我醒了那一刻 我總之一個人回答 我感覺到背著頸 有些東西在聞著你 終於感覺醒了 但一反 是長矮的 沒有空間 是啊 即是沒有可能 沒有東西 不會有東西在那裡 是啊 但是那一刻 我反過一刻 我感覺到 我看到那個貓頭鷹 練人比的 我看到那一刻 我喊了 喊了一刻 我嚇走了他 我又嚇醒了自己 但我看到他 飛回到他的屋子裡 即不是飛出窗 不是飛出門口 OK 所以為什麼會連接 剛剛的故事 為什麼我嚇走了那隻東西 我看到他離開我家 因為我知道他走了 但那隻東西是飛回房間 進廳 那隻東西進入了屋子裡 嗯 但我覺得我沒有惡意 甚至我沒有想過我醒來看見他 嗯 但那隻東西應該就是 那隻 他經常說那隻 那隻小孩子 在我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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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我覺得是幫他的 即是他覺得 為何躺在那裡 那個女人不是我的朋友 是我 是我 他好奇的 就是動物 我就問他 這個民族有沒有這樣的神獸 生物 他也有找到 他說是 你知印度一千萬隻神 是 他說是有的 但他之前都不知道 嗯 對 然後他就說 他經常說 那些小孩子 應該都是那隻 那麼高的 那隻 那隻 那隻應該是他的守護神 因為他說那隻 那隻 那隻貓頭已經趕去出房間 因為那隻厲害 可能一太陽下山 就會變厲害了 嗯 趕去就去房間 真是 有趣有趣 今天也很感謝Cat姐的分享 是吧 好 我們等下一節 好 大家都留意一下 是一些外景的節目來的 那 都會 如果反映好 會多幾集 看看第一集的反映好不好 如果反映好 大家都多些留言 完全溫柔直播也好